curtuss编曲 ocument.8 伸手抓一把阳光 乘着风翱翔点亮 四面何八方 色彩像烟火 兵昏又奔放 我要活得如一样 心中沸腾的希望 带着我勇闯所有艰苦的城墙 身上泪和伤明具无穷能量 看我发热又发光 到明天记得莫名字 用我选择的方式 梦想重新开始 每一步都有不变的坚持 只有我能写下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见我样子 精准骄傲的标志 梦境重新开始 灿烂星天地美丽高兴起 未来的路灯我展翅高倍 安智 未来的路灯 我愿意 我愿意 今天 我愿意 小禮 小禮 妳 妳這兩天過得怎麼樣 我喝了妳做的咖啡 我的咖啡 妳喝了我的咖啡 對 味道怎麼樣 難喝死了 不好意思 你啊 給我好好想一下 我做的原來就是你的味道 再沖一杯給我 準備加三了 好啊 馬上來 高招 學長 什麼時候一杯咖啡就可以解決了 你早說嘛 愛情迷人的地方 就在這一來往之間 方姐也說啊 他們兩個正在挑戰 也不知道大家 這個經紀人是個怎麼樣的人 聽說好像不太好說話 但還是希望今天有個完美的結果 會了啦 要等你跟她這麼會講話一定沒問題 她喔 我希望呢 她能把她那個脾氣壓下來 好好跟人家溝通 我們就謝天謝地 畢竟是我們的理虧嘛 好 來了吧 妳好 妳好 嗨囉 兩位美女 又見面了 請問妳是趙雅芝的經紀人嗎 凱莉啊 妳上次是不是沒有仔細看我的名片 要不要再拿出來看一下 好 好 沒關係 那我就正式自我介紹一下 我就是Diamond國際經紀人 Jacky 丁傑克 丁先生 丁先生你好 丁先生你好 我們公司這邊請 丁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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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司這邊請 我就開門見山 不說外行話 我知道 為經過經濟共識允許 一人三次簽下活動代言 是不對的行為 也是最不該犯的錯 但妳的出發點 無論是於公於私 都是為了雅致好 我們是否可以好好協商一下 讓這事情落幕 我也知道妳是 一人經濟的小小者 一旦這事情爆發出來 對藝人會造成負面形象 也會影響妳後續的發展 好 有理有據 又是談利益 又是動之以輕 說得很好 不過這稿子背很久了吧 從頭到尾都在告訴我 該怎麼做 但是都沒有站在我的立場思考 假如我今天擅自抓了Kelly 去拍下山岸的戲 妳有辦法冷靜下來 好好的跟我協商嗎 兵賢 我覺得妳這個比喻不太恰當吧 我都還沒說呢 如果是限制級電影呢 妳看著Kelly跟別的男人 又抱又輕的 激情滿滿 全心全意的投入在大持肚子裡 妳說話不要太過分了 邱婷 不要 邱婷 邰婷 冷靜 他只是在激怒妳 邱婷 他只是在激怒妳 他只是在激怒妳 丁嫻 請問我們可以就事論事嗎 我是就事論事 光是不過隨便舉個例子 這位先生就這麼激動了 那我要怎麼談下去 妳不用在那邊裝無辜 繼續談 妳的那個什麼停之家族 不過就是個 上不了台面的小公司 妳憑什麼跟我談Mia的事 我今天讓妳坐在這裡 已經很給妳面子了 不只妳 現場的所有人 都沒有資格跟我談Mia的事 因為呢 我們家的Mia 為了彌補她的錯誤 昨天 已經把我們的經濟約 延長了10萬 10年了 雅致 妳把經濟約延長了 10年 我已經是她的藝人了 多幾年沒有關係的 什麼叫多幾年 妳是笨蛋嗎 這10年耶 妳是無知的傻瓜 邱先生 Mia是我的藝人 請妳講話放出這種臉 我已經來妳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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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妳幹嘛做我已經 雅致 雅致妳怎麼了 妳還有嗎 沒事吧 雅致 對不起 我沒事 蘇靜 報警 報警 趕快去報警 誰動手打人的 誰愛打 全部都錄下來了 有錄到吧 好吧 剛剛全部都錄了 你們啊 真的好好感謝Mia 如果不是她 你們私下找她代言 還對我動出的事情 我可以把你們 繞到請家當成 但沒關係 今天就看在Mia的臉上 這件事暫時先壓下 之後 你們自己看著辦 Mia 走 雅致 在我倒下之前 誰都不能帶雅致走 再說 要堅持下去 妳好嗎 沒事 雅致 妳還好吧 我沒事啊 這個丁捷克 真的很可惡耶 那丁捷克 不就是想要錢嗎 賠錢就算了 我就不相信 有錢也搞不定他 你有錢賠嗎 你賠得起嗎 十年的合約 沒有幾千萬 你覺得丁捷克 會放人嗎 我先拿掉你的國良 首先不要 不要找國良 我不想造成他麻煩 可是現在就是要趕快把你合約 事情解決掉 我就不想麻煩他 鄭雅致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 我警告 你不要再給我回去飯店 雅致 我看你還是先跟我們回去愛情公寓吧 那丁捷克他真的很可惡耶 我們一定要給他教訓啊 讓他不敢再欺負我們的亞製 教訓他 然後呢 再背一條罪名嗎 拜託啦 不要把自己的把柄送給敵人嘛 總覺得我們是我們的把柄送給敵人 你都不知道他把我們美科還有婷之家族 說得像什麼一些不入流的東西 那你聽得不會生氣嗎 他這種你跟他生氣有什麼用呢 你要平衡啊 你那種狀況你要怎麼平衡 好了啦 這件事情是我引起的 是我麻煩大家對不起 其實 雅致扳回度蠻好的啊 你之前是我們的老處了嘛 而且你之前夾兩豆子快嘛對不對 對啊 雅致我跟你說 你離開之後啊 我們工資金變得很少耶 阿翔你回來了 說不定我們就不用付那個水電費啊 還可以半烤肉爬對不對啊 好啦 大家不要愁眉苦臉 雖然現在情況有點不太好 但是我相信呢 一定會過去的 大家要用好的心態來面對問題啊 老闆 好的心態就可以把那個丁杰克用不見嗎 當然不行啊 那 不如我們來搞一個心靈塑壓會啊 我來準備一些塑壓的產品嘛 像大小人啊 沙袋啊 把大家心中的不滿發洩出來嘛 然後呢 發洩了之後呢 那兩款你可不可以有一些 建設器的事情啊 好啦 要抒發的話 不然大家跟我一起跑步運動啊 都很好 好 凱琳 你今天帶雅致去客房休息 我看他還缺什麼我就幫他買 好 等著我們上去吧 出門一下 嗨 凱琳 嗨 我想說你突然這樣搬進來 應該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拿了一些有的沒的給你 像換洗的衣服啊 保養品啊 保養品都是新的 但你可能會用不管 但你就先將就了 來 謝謝K 你的真好耶 不好意思啦 真的 又麻煩你了 不要這樣說啦 都是小東西而已 嗯 我都已經從美國回來了 還一直麻煩大家 搞不好你們心裡都嫌棄我 你幹嘛那麼講啦 大家怎麼會嫌棄你呢 你是大家的朋友 我們最嫌棄的人是丁捷克 但你不要擔心 我們一定很快解決他 謝謝 好啦 那你早點休息 你再需要什麼再跟我說 好 晚安 晚安 有什麼再跟我們說 好 香菲就在隔壁 好 晚安 晚安 對 K 今天謝謝你 允許照顧雅致 那我今天打丁捷克呢 不只是想要幫雅致出氣 你也不用想來讀 好啦 你不用再解釋了 你越解釋呢 我就覺得你越欣虛 我也不想吵架 我也沒力氣 你是不是也覺得 丁捷克改打 我覺得丁捷克這個人 很下流 你知道我跟子昀之前 就遇到過她了 我跟她說我有未婚夫 那人渣怎麼跟我說嗎 她說 人都有空虛寂寞的時候 女情我怨 這是人非常正常的行為 她叫我要聯絡她 那人渣還來勾引我老婆 你早點跟我說 我今天就多揍她兩拳 最後點 這重點嗎 重點是 這種人是雅致的男朋友兼經紀人 你不覺得雅致很可憐 是那丁捷克根本就配不上雅致了 我就想辦法幫雅致解約 我離開丁捷克 至少台灣還有我們停滯家族 我秋莉一定會挺她 好 KIDY 那個 好了 睡一下吧 來吧 吃 早安 早安 我給你多拿 我 我 KIDY 你怎麼拿你的衣服給雅致穿 你看她穿下來就像氣氛褲啊 妳的尺寸是能跟雅致比的 這麼突然我是要去哪裡買 還有 妳不知道妳老婆的高度嗎 人家可憐也是好意嘛 要不然這樣 雅致 妳就穿我的衣服啊 我的很多都是超級尺寸的 不用啊 我就拿我的衣服給她穿就好了 又不是妳穿過 我是七分褲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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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ty 妳怎麼拿妳的衣服給雅芝穿 妳看她穿下來就像氣氛褲 妳的尺寸是能跟雅芝比的 這麼突然我是要去哪裡買 還有妳不知道妳老婆的高度嗎 人家Katty也是好意嘛 要不然這樣 雅芝妳就穿我的衣服 我的很多都是超級尺寸的 不用啊 我就拿我的衣服給她穿就好了 妳不是妳穿過 好 邱又婷 好 好啦 我等一下就穿黃色衣衣服 好 來 我去開門 我要吃吃 我要吃火腿 吃一下 吃誰啊 吃 不是啊 喂 沒有人喔 妳來這邊幹嘛 喂 妳是誰 她有經紀人啊 她有經紀人啊 妳經紀人 就是妳傷害我們的雅芝 是 北地 謝謝妳的贊助 小次 是 莉亞小姐 用個早餐 我不吃 莉亞小姐 妳有沒有請問妳 我不能讓我的女神 穿得太寒酸 莉亞 我知道妳生氣 想住在這兒 好 我允許妳暫時住在這兒 不過我要跟妳們打三張 做不到的話 別怪我把妳綁回去 好 妳說 第一點 妳要嚴格顧擺妳的身材 不能變胖 第二 出去工作的時候 一律由我安排的滑母車接送 第三 不可以接觸任何的異性 免得被狗仔拍到影響妳的形象 第一次妳也管她一多二王 好 好 好 從明天開始呢 為了幫妳保持身材 我會派人送三餐過來給妳 還有 我想妳的時候 我也會過來 像今天一樣 不可以 這類是私人領域 不歡迎妳 妳可以離開 謝謝 親愛的 我還有事要忙 先走了 歡迎光臨 來 先走了 我要一杯光馨味咖啡 光馨 這個送妳 謝謝 是 其實妳不用每次來都買花了 我已經知道妳是我鐵盆了 妳要每次來都花錢 我會不好意思啊 沒關係啦 我只是把以前買零食的錢 拿來買花啊 而且這也可以幫助我減肥啊 啊 詩詩啊 其實那個花呢 可以保存很久 妳可以把那個買花啊 買零食的錢省下來 拿去買衣服 可以好好打扮自己 對不對 是不是 我這樣送花造成光心的困擾 不是啊 我只是希望妳可以對自己好一點 懂得愛自己一點 喔 來 這咖啡請妳喝 小心看喔 光馨 妳好細心喔 能喝到光馨親手沖的咖啡 我一定神經氣爽 我會一直煮 那我差不多要回公司了 拜拜 拜拜 謝謝光臨 欸 學長 他每一天來 都帶個紫色的郁心香耶 這個紫色的郁心香 是不是有什麼含義啊 我怎麼知道 我送我嘗嘗 紫色的郁心香 代表了永恆的愛 唯一的愛 無止盡的愛 學長 都是愛耶 這樣絲絲一圖 也太明顯了吧 你怎麼辦啊 請問妳 是肚子裡面的蛔寵嗎 怎麼知道她就在試愛 是不是就隨便亂買而已 怎麼可能 每天買一支一樣的 各況紫色郁心香不好買耶 剛才木頭的時候突然開箱 什麼意思 去掃射嘴 學長 剛剛少不了 再去掃一次 是 喔 那這個要不要順便查掃射嘴 猜猜快 是 OK 好 怎麼那麼簡單 上飛 姐 等一下 快點 快點 你快 王上飛身為王牌仲介 成交房數二 這也給我貼 很厲害 她說我可以在短時間內賣兩間房子 真的很厲害 我根本就是房仲介的奇蹟 妳應該很開心吧 對啊 恭喜妳啦 謝謝姐 對了 這是妳教我做的 喔 對 還有我帶了一點我自己做的餅心 好 咖啡給妳喝 姐 謝謝 那妳先坐 姐 我跟妳說 我現在賺很多錢啊 所以妳想要吃什麼妳儘管說 那如果妳需要錢的話啊 我借妳 妳是在詛咒我還是在幫我啊 不是啦 我不是那個意思啦 我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賺很多錢 所以妳需要什麼的話 我都給妳 好啦 我知道妳是因為太開心才會這麼說的 謝謝妳啊 發財想到我 嗯 姐妳懂我 我也覺得妳真是要很有天分 看到妳賺這麼多錢 我終於可以放心了點 妳放心啦 我以後一定會賺更多的錢 而且啊 我覺得我是被舞蹈耽誤的Top Sales 早知道我那麼會賣房子啊 就不要當什麼舞蹈老師了 可是妳不是對跳舞很有興趣嗎 對啊 是很有興趣啊 但興趣不能當飯吃啊 而且開舞蹈教室 我還要有水電費啊 房租 這樣算來算去 我會損失不少 這叫做經驗的累積 不算損失啦 嗯 反正以後我一定會賣很多的房子 這樣早跟這樣未來就會有一個 自己的小家 到時候姐妳再幫我布置得很浪漫很漂亮 當然啊 啊 謝謝妳 怎麼了 之前 小元她借我一筆錢 原本她是要義大利去 培訓的錢 然後讓我去開舞蹈教室 現在我有錢可以還她了 這樣她就可以去義大利 實現她的夢想 妳真好 妳真好 是當男的 來 小元 還妳 這麼突然 妳呢 妳哪來那麼多錢 當然是我賺的啊 不然咧 小元 當初妳為了幫我 借錢讓我開舞蹈教室 現在我有一筆錢可以還妳啊 我當然要知恩圖報 而且 我也希望妳跟我之前一樣 勇敢的追夢 妳呢 幹嘛啊 妳忘了 妳不是一直很想去義大利學咖啡嗎 現在有這筆錢妳就快去啦 勇敢的衝一波 GO 好 衝一波 GO 加油 一起加油 這樣 這樣 阿伯妳們不是都很小氣嗎 怎麼算變性吧 對啊 這個上飛一向很節儉 做什麼事都精打細算 發生什麼事啊 我去掉一點線 我幫你看一下 幹嘛啦 妳是不是生病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沒有生病 你才生病了 怎麼下電話啊 喂 妳好 嘿 我是 喔 妳在新房子那邊喔 好 我馬上去 嗯 好 拜拜 財神業來囉 我要去迎接他了 拜拜 什麼財神業 拜託 什麼啦 下吧 我要財神業 欸 麥可 拜拜 麥可 麥可 這 是什麼啊 想不想去意大利啊 為愛付出瘋狂 為萌生一點傷 為保護我的信仰 變得更堅強 人比花椒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是 妳怎麼這麼開心啊 又是唱歌 又是自拍的 發生什麼好事啊 沒有啦 我只是想說 最近公司氣氛低迷 所以想說 製造一點歡樂的感覺啊 是嗎 我看妳的笑容很詭異耶 很像是那種 妳是不是中發票了 不是啦 子瑜 我跟你說 我現在在人生的關鍵時刻 所以啊 給妳一點提示好了 啊 用這個杯子喝水 感覺特別的清爽甘甜 思思 沒想到妳對光星哥 崇拜到這種地步啊 好 張思思 進來 思 請進 哈囉 早見 張思思啊 我嚴重的警告妳 妳可不可以節制一點 妳全身上下散發的肺肉膜 已經透過這個中央空調了 散發到整棟辦公大樓了 總監 妳有誇張的嗎 哪裡有誇張啊 公司請妳來是來工作的啊 不是請妳來求偶的啊 更何況正光星都不在辦公室嘛 總監 妳小聲一點 隔槍又隔 妳還怕別人知道啊 妳當初還穿三層商品 然後在公司那邊炫耀 現在全公司誰不知道呢 總監 那不一樣啊 那是崇拜 那所以現在呢 妳準備行動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總監 這段感情呢 如同溫室裡的花朵 要小心呵護 秘密進行 妳這朵花放在溫室太久 也會悶死啊 只有大膽的行動 妳才可以獲得順利 所以我命令妳 妳現在呢 去跟正光星告白 總監 我已經正在努力了啊 等到我蛻變成完美絲絲的時候 這段感情自然就會破繭而出 總監 再給我一點時間嘛 拜託拜託 妳這又是何苦呢 妳頂多三十分變成四十分而已 算了 反正這個是妳的決定 我尊重妳 我能幫妳多少 我就幫妳好不好 好 謝謝總監 好啦 去工作吧 說吧 什麼事啊 什麼什麼事啊 我還不聊妳啊 說的事情啊 全掛在臉上了 老實說 姐 我問妳喔 如果我想去義大利 妳OK嗎 妳為什麼要去義大利 就小元她突然收到一筆朋友 還她的錢 她想去義大利學咖啡 完成她的夢想 那她也有順便問我 要不要一起去 就當作是去玩個幾天 好啊 有機會去玩玩 當然去啊 可是 這樣又留妳一個人了 妳不會不開心嗎 我怎麼會不開心 妳開心就好 真的嗎 那我現在就去跟小元說 我還沒講完 我已經問過我姐了 她說OK喔 真的嗎 可是我從來沒有去過義大利 不知道應該要準備一些什麼 妳放心 交給我到時候把資料都準備了 妳只要負責玩就可以了 好啊 義大利應該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吧 當然啊 看妳是想要去羅馬 威尼斯 妳想要去任何地方 妳都跟我講 我當妳的導遊 這麼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查一下 好啊 快點 真想要這樣順便把他們的面臨 來規劃一下 老實說他們只是哥們而已 根本就遇蓋你一張嘛 什麼 不要亂他們啊 奇怪的問題解決掉 沒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你看她花的花越越多了 請問一下 粉絲送花很正常吧 很爽 我已經有點褲蠢了 沒時間 保持視角距離啊 你開一點 開什麼 這個 這個 分開一點 分開 過去一點 你過去一點 很好 那個很好吃啊 這個 嗨 光星 Alan黃 有做錯什麼事 如果呢 你在三秒鐘之內講出來 我可以考慮原諒你 你有被害妄想症喔 我只不過想跟你聊個天而已 聽說前陣子 你不是下南部嗎 感覺會收到熱烈的歡迎啊 那是當然的囉 我跟你講 我到現場看啊 那個本事的人數 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整個現滿山滿的人耶 真的是很誇張 哇 那被粉絲包圍的感覺是怎樣的啊 那種感覺喔 那種感覺呢 就好像飄在雲端 整個身體輕飄飄的 感覺整個天空都是我的SPA 舒服 很享受就對了 非常享受 好 那如果呢 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你享受到這種 重心拱月 飛到外太空的感覺 你願意嗎 當然好啊 只不過有一個條件 你可能得付出 一點點的真感情 一點點而已喔 我知道了耶 還這麼聊天 你真心懷不軌 還一路這樣引誘我 心機帶很重耶 說 到底要我出貿我身體給誰 唉唷 我只是用心良苦而已嘛 你如果答應的話 你就可以擁有 你想要的虛榮心 那位粉絲呢 就可以得到他夢寐以求的愛情 一個願打一個願愛啊 最好是你知道 我正在講誰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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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心懷不軌 還一路這樣引誘我 心機帶很重耶 說 到底要我出貿我身體給誰 唉唷 我只是用心良苦而已嘛 你如果答應的話 你就可以擁有 你想要的虛榮心 那位粉絲呢 就可以得到他夢寐以求的愛情 一個願打一個願愛啊 最好是你知道 我正在講誰了啦 不行啦 這是詐欺耶 你再說死我欺騙他的感情喔 唉唷 你不要往那個方面想啊 這是你們緣分的開始啊 感情可以慢慢培養 這以後就茁壯成長喔 我是大樹嗎 還遮風避雨耶 我跟你講 我身為一個網紅偶像 我對我的粉絲是有責任的 如果我記得他們對我的崇拜 跨越那條道德的線的話 我是會被唾棄的耶 辦不到 這樣不僅呢 出賣我的肉體 還出賣我的靈魂 來喔 大家來吃冰喔 我要去吃冰的再見 來 一人一隻 感情不會散 一隻 該不會你用那個成交了吧 再一次嗎 上飛耶 真的厲害喔 是沒有到正式成交啦 但我已經收了定金 所以快久不已死 就妳這種不靠服的模樣 還可以接二連三交個案子 妳的運氣也好的邪門啊 不 不許上飛就真的很適合當房送啊 我還是這樣覺得 韓玲 我覺得妳沒有抓到賣房子的美感耶 我們做這行的啊 不可以太客氣 不可以太卑躬屈膝 這樣子呢 才能讓客人感覺到妳的專業 我還沒講啊 人家說喔 傻人有傻福 那大餅飛喔 絕對不是普通的傻 那大餅飛啊 我說妳真的是太寒酸了 上一次呢至少請了水果還有鹽酥雞 這一次請雞丫兵而已喔 妳佣金賺很多耶 至少要請我們吃懷石料理嘛 馬拉伯 我跟妳們講 小器呢才是大餅飛 妳懂 而且這個又這麼好吃 重點是 我一拿到定金 我就請妳們吃 我是不是很有義氣 好啦好啦好啦 來 大家 拿著雞丫兵 我們來拍一張照 靠近我快點 幹嘛拍照的 快點啦 來喔 一 二 三 有了 我為什麼要拍照啊 因為我要做那個 發泡屋的紀念冊 就是我要把 我每次賣房的紀錄啊 拜訪的一些 開心的東西紀錄下來 然後還有開心的 現在喜悅的紀錄下來 這樣子呢以後 做成一個紀念冊 然後星際人員進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給他們看 激勵一下 妳不想太遠了一點啦 妳在剛入行耶 就想要用老人的思想未來 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 王上飛不是想太遠 是想太多 妳這個新手運用完之後 我不知道妳可以撐多久 不不不 這個叫胃與籌模 而且蘇帝以後啊 有可能會成為台灣的房地產女王 然後再用那個紀念冊 再賺一筆 原來我欠缺的是強大的想像力 好啦大家等一下啊 吃完要不要再吃一隻我多買喔 就要停在看啊 沒有 我跟妳說這麼晚了 雅芝怎麼還會啊 妳不用擔心啦 我這邊啊 有準備多的冰棒要給雅芝 妳要等雅芝出去外面等啦 妳這樣子翻來翻去我要怎麼睡覺 我們一定要上班耶 我就沒有等雅芝回來啊 我去看一下她可能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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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y我們有事情我們就到外面講 不要吵到在家睡覺 我就看一眼妳的房間 看妳缺什麼我叫人送過來啊 不用不用我真的什麼都不缺啦 嗨不好意思啊查醒妳們了 這裡不歡迎你輕易離開 是這樣的 Mia她在美國的十一住行生活齊居 全部都是我打理的 至少讓我看一下她現在贊助的環境 我才安心嘛 你說得他們好聽 你害她不要在這邊 又害她痛苦難過不是因為妳 邱先生啊請問一下你現在 是以什麼立場替Mia發言 就我所知啊 於公於私 你好像都沒有資格跟我談Mia 你才沒資格 如果你真的愛雅芝的話 就請你停手 你不要再做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懂了我懂了 Mia說你是她的前男友 那是過去式了 可是妳剛剛講這句話 我聽起來怎麼覺得 妳是不是還愛著Mia 妳在說什麼鬼話啊 哪有人這樣子侮辱自己女朋友啊 我女朋友有行情受歡迎 這怎麼會是侮辱呢 好 我們去外面談啦 我還沒看妳房間 以後有機會可以去看 我們先去外面啦 走 走 我先去外面啦 她再在外面啦 她也在外面啦 欸欸 凯莉 回房間囉 西福 我現在心情呢 很單純 但現在這事情 很複雜 可是我有可能不管嗎 西福 我現在心情呢 但是在美國遇到這樣的丁先生 說到的話還不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如果我當初 算我跟妳講 妳自己加油了 Jacky 妳已經答應我讓我暫時就在這裡了 妳不要三天兩頭就來找我 我不想帶給我朋友困擾跟麻煩 怕麻煩妳就回酒店住啊 我會幫妳打點好所有事情 妳啊 妳真的不適合愁眉苦戀 就算我們兩個現在有點不愉快 但妳要知道 我最愛的還是妳的笑臉 妳喜歡我笑什麼 那可不可以不要再跟我朋友做對了 他們完全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我 妳單純啊 我心犯錯難免 我怎麼會跟妳計較呢 好 那妳 但是妳那些朋友不一樣 他們在社會上打滾 事快了 如果我不強硬處理這件事情 等於就是讓外人利用妳 單純來占妳便宜 我發誓他們不會對我怎麼樣 我發誓 妳想朋友 我讓妳來住 但妳不要忘記 我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為了妳好 每一件都是 好了 時候不早了 趕快進去睡個美容調吧 好 但是 我想要一個人靜一靜 一屋二賣 對 我今天早上開開心心的 帶著太太去看新家 結果居然她還演在裡面 我才倒楣耶 那房子是我要買給我媽的養老的 結果呢 我現在被要罵掉死耶 對不起啦 對不起啦 這都是我的錯 美先生 因為當初妳給的訂金比較少 我就感覺妳沒有確定要買 後來劉小姐給的訂金比較多 我就感覺她很確定要買這間房子啊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啦 誰先簽約我就賣誰 妳這是什麼話 有這樣賣房子的嗎 做生意有先來後到 我訂金嫂就不算數啦 欸 這我不管喔 錢我都付了 妳房子不賣給我 我就告妳假期喔 一樣啦 妳房子如果不賣給我 妳就等著收船票 你我賣 這是在跟人家簽訂合約耶 白紙黑紙有法律效力的 最低兩萬塊 有能力的人呢 可以多捐一點 突然肚子我去上廁所 我都不做 你剛剛拿 你剛剛拿 交亭 我知道妳現在心裡一定很難受 絕對虧欠我 今天完全都不在狀況內啊 唉唷 耍大牌是不是 都不想講啊 其實都不忘了再等我存資料 下次麻煩請妳搞清楚狀況 我們打掃阿姨都會有點混 真的嗎 來吧 真的嗎 好 真奇怪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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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也不曾停止鸳鸯 难免会哭泣 像轻盘大雨 明着雨我陪你前行 遥望着雨后彩虹 青红缓缓降落 手牵着手化作翱翔的回忆风 飞青红灿烂星空 农却都长大 你让我拥有微笑的力量 遥望着雨后彩虹 幸福缓缓降落 手牵着手化作翱翔的微风 飞机了灿烂星空 把梦却都照亮